哈囉大家好我是元祺 今天要來教大家的是一個比較基礎的主題 就是素描光影的畫法 那如果你有去外面上過畫畫課啊 可能會在前一兩堂課的時候 老師就會叫你畫素描 然後可能會給你一個立方體的石膏 或是一個圓球體的石膏 然後叫你看著它 用鉛筆把它的光影給畫出來 雖然真的是有一點點無聊 不過素描呢真的就是畫畫的基礎 如果你希望你畫圖可以有比較明顯一點的進步 那練習素描就是最有效最實用的一個方式 那我今天一樣會先快速的帶過這種最基礎的立方體圓球體的畫法 然後呢我會加入多一點點的變化 像是形狀比較複雜的物品 在光源底下它的光影會怎麼樣的變化 或是當光源不止一個有兩個以上 甚至是光源的顏色不一樣的時候要怎麼去畫出來 那今天的目標呢就是希望大家看完影片之後 可以在腦袋中建立起這個光影的邏輯 就是以後你想要畫某一個東西的時候 不一定要去找實體或是找一個參考照片 才有辦法畫 你就可以憑空把它畫出來 我今天用來示範的工具是iPad Procreate 但是素描啊光影這個技能呢是不限任何媒材的 不管你用的是其他的電繪軟體或甚至是手繪 都可以適用今天的練習方法 那準備好你的工具就讓我們一起開始吧 我們先來畫出一個非常基礎的立方體跟一個球體 那再畫這個物品的光影的第一步呢 就是我們要先確認光源的方向 先假設這個光源在這邊 在兩個物品的中間正上方 它這樣子照過來之後 最亮的地方就會在他們最接近光源的這個位置 大概這裡 我們首先可以把亮跟暗就是分一半 亮跟暗兩個就好 如果這邊是亮的話 那底下這兩面就會是暗的 球形呢一樣就先把它分一半 上面是亮的下面是暗的 下一步就是在亮面跟暗面之間分別再加入更多的亮暗變化 也就是說在最亮的這一面 我們要讓越靠近光源的地方越白 然後遠離光源的地方會帶有一點點的陰影 就是有一個淡淡的漸層這樣子 那陰影的部分也是 越遠離光源的地方 這邊顏色會再更深一點 那這裡面的漸層呢 就不用去把它做到非常的明顯 稍微有一點漸層就好 這樣子就畫好了一個很基礎的立方體跟球體 球體 可是現在呢我這顆球看起來會比較平面一點 但是因為球啊 它整顆球都是有弧度的 所以它的邊緣這邊不會是最暗的地方 你如果無法想像的話 就去找一個冤心的東西來觀察一下 最邊緣的這個地方其實是會有一點點的反光 因為這個光線啊會這樣子 繞過來 繞過來 不是說光線真的轉彎啦 但就是它會有一些反光 就是透過周遭的物品桌面啊地面 它會有一些反光 所以在球形的最邊緣處呢 其實是會亮一點點的 最暗的地方會往內移動一些些 像這樣 然後在這個中間切一半的陰影這邊 我們讓它的線條再順著這個球的弧度 讓它有一個圓弧一點的漸層 這樣看起來就比較有立體感了 那畫好這個物品之後呢 下一步畫的就是影子 影子的畫法也很簡單 我們就從光人這邊延伸過來 這裡呢就是它的影子的位置 這裡也一樣延伸過來就是切這個面 這邊呢就是它的影子 影子的形狀就會跟物品的形狀是一樣的 這個切過來 你可以找到它的一些頂點 那球形的話沒有頂點就畫一個圓圓的影子 然後在最靠近物品底部跟桌面這個地方 會是最深最暗的 越遠離的地方一樣就是會有一些散射的光啊 反光就會讓它顏色越來越淺 那這個陰影的對比程度呢 會看你的光源強不強烈 如果你的光源很強烈的話 那影子就會深的越深 然後亮的地方亮的越亮 大概是變成這樣子的感覺 那如果你的光線是比較柔和一點的 那你的影子就可能不會那麼深 然後亮的地方也不會那麼亮 大概像這種感覺 OK 我們現在學會了最基礎的立方體跟球體之後 我們來畫一個形狀比較複雜一點點的東西 那就來畫一個大家最喜歡的貓咪 貓咪會有一顆頭 我們先畫一個圓形 脖子是圓柱體 然後身體呢是一個立方體 長方形立方體這樣子 然後四隻腳也是圓柱體 然後它的腳掌 頭的部分一個圓形是它頭的形狀 然後一個小的圓形是它的鼻子嘴巴這邊 然後耳朵是兩個三角形 那這個三角形呢也不是一個面 然後它後面會有一個弧度 會有一個這樣子蓋起來的弧度 我們要畫寫實一點的眼睛好了 然後我們可以畫出一點點貓咪的 多一點的細節 來把它的輪廓畫清楚一點 那身體呢因為不是真的那麼有人有角的立方體 它是一個比較稍微圓弧一點 但本來是先畫一個立方體 因為它大致上還是一個比較放一點的形狀 就是側面會有面然後它的背部 它的肚子在下面 然後前面是它的胸這樣子 尾巴是一個S型變化的圓柱體 算圓柱體 水管的形狀 是一個圓圓的形狀 畫好一隻貓呢 我們一樣第一步先確認光源的方向 這次呢我們讓光源從它的正面這邊照過來 我們就先找到最靠近光源的位置 就是它的臉這裡 然後以及這個耳朵的靠近光源的這一面 鼻子這邊也是靠近光源的這一面 底下呢我們可以這樣子 光源的地方連一條線過來 這個範圍呢可能就會是被它頭的影子擋住 所以不會是最亮的 到尾巴這邊才有在照到光 那下巴這裡也一樣 這邊呢可能就是它的胸口跟腿的前側這裡 會是比較亮的 確認了光源的方向跟最亮的部位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每一個幾何的形狀切一半 找出它亮跟暗的分界 頭分一半 鼻子嘴巴這邊分一半 耳朵也是背面沒有照到光 把它分開 然後脖子呢 雖然大部分都在它的這個頭的影子下面 但一樣是靠近光源的地方會亮一點 遠離光源的地方會暗一點 身體也是喔 這一面可能是最亮的 然後背部的話因為靠近光源 所以也算是會偏亮 但是它的側面這裡呢 顏色就會比較深 那我們記得圓圓的東西啊 它影子最深的地方都會是在邊緣再往裡面一點點 對它的身體 雖然大致上是一個立方體 但是也是有一點圓弧的形狀 所以在最邊緣的地方 它的陰影最深的地方也會再往裡面移動一點點 這樣就完成第一步的光影 那再來呢就是把裡面每一個物品的影子畫出來 那我一樣是從頭開始 這個頭它的影子呢 就是大概是我們剛剛畫箭頭的這個範圍 會有它的影子 越靠近這個形狀底部的地方 顏色會越深 越出來的地方顏色會越淺 身體的影子會在哪邊呢 可能就是在腳的上面這裡 內側影子會比較深一點 外側因為它的上面沒有被身體擋住 所以影子就不會那麼深 然後再往小一點的地方畫 嘴巴這塊圓形這邊會有一些影子 嘴巴這邊可能有一點影子 耳朵是這樣子蓋起來的嘛 所以這個內側的地方應該也是有一些影子的 然後呢眼睛這邊 眼球本身也是一個圓球形 所以可以先把眼球畫出它 一半的光影的分界線 然後再畫出眼皮眼瞼的影子 像這樣由大畫到小 小可以多小呢 包括它的腳趾頭 這個圓圓的腳趾頭 也可以畫出它的光影的變化 最後呢是這整隻貓在地上的影子 先畫出它跟地板連接的地方 然後再來看一下光源的方向 它是從這裡過來的 是它的四隻腳 大概會在這個位置 然後身體大概在這邊 這個大概就好 雖然說畫光影是一個很科學很理性的東西 但是依舊我們是畫圖嘛 我們不用追求要真的跟照片拍出來一模一樣 這樣就會缺少一些畫圖的樂趣 所以你只要大概的方向對了 讓這個圖看起來是合理的就可以了 然後越遠的地方 顏色會越淡一些 我們就輕輕的把它擦掉 這樣就完成一隻貓咪它 從頭到尾到腳的一個光影的變化 那再來呢我們就要加入第二個光源 那如果你的畫面裡面有兩個以上的光源 第一步呢就是要先確認哪一個是主光源 哪一個是次要的光源 像現在這樣子呢 我們就先把這個光源當成主要的光源 就比方說如果你的畫面中是有太陽 或是有一個最強烈的燈光 那它就會是主光源 那其他如果有一些比較小一點的 比方說路燈啊你的小夜燈啊 或是手機電腦螢幕發出來的燈光 我們就是次要的光源 我們讓它再反方向好了 次要光源在這裡 它會比較微弱一些 所以它只是呢 把主要光源造成陰影的地方 再提亮一點點而已 所以像這個次要光源在這邊 它可能就會把尾巴靠近它的地方 照亮一點 然後屁股靠近它的地方 照亮一點 就是亮一點點 它不會去破壞主光源 已經營造出來的這個最主要的 光影的立體感 然後這邊影子可能就會再更弱一些 然後可能會造出在這個方向的 另外一個方向的影子 但雖然它比較微弱 所以這邊的影子就不用太強烈 像這樣子就是有兩個光源的時候 你物品的畫法 先畫出主光源的光影的色調 然後再把次要光源的亮部提亮一些些 這樣子就完成了 再來最後一個要講的就是 當你的光源顏色不一樣的時候要怎麼辦呢 我們再來教數這隻貓咪 如果你是用電繪的話 你可以開一個新的塗層 我們假設第一個主要光源 它是這個橘黃色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讓它顏色差多一點 我們用一個藍色的光源好了 那如果你用的是電繪的話 你就可以用一些塗層屬性 比方說我們可以用這個 綠色 在橘黃色光這邊 加入一些綠色的這個顏色 我們貓咪可能要有一個底色會比較清楚 我先把貓咪換個顏色 可以用這個塗層屬性裡面的顏色 來幫你的貓換顏色 把它畫成綠色的貓 那再來呢就可以用這個塗層屬性 我們在黃色光源的這個方向 就是選跟它一樣的顏色 這邊直接加入這個光的顏色 藍色光源這邊呢就是改藍色 然後就是在靠近它的方向刷上一點點的藍色 因為它是次要光源嘛 所以你的顏色就不能像黃色光源那麼強那麼多 你只要帶一點點就好 我再切回這個正常的塗層再補一下 那在主要光源這邊呢 因為最靠近它的地方可能已經亮到變白色了 如果我們這時候用有顏色的 就是顏色塗在上面啊 會讓它的明度下降 就看起來沒有那麼亮 所以這時候顏色你可以加在它的光線邊緣的地方 就是它亮暗交界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讓它帶有這個顏色的光的感覺 然後又不會去影響到它的亮度 那這樣子就完成了 如果你的畫面總有兩個不同顏色光源的時候 物品要怎麼畫的畫法 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影怎麼畫的分享 那今天我沒有示範到非常的仔細 因為我怕講太多太細節的東西 可能初學者會比較難記起來 然後會忘記今天主要要講的幾個大方向 那再快速的複習一下 第一個就是你在畫圖的時候 先判斷一下光源的方向 那第二個呢 就是判斷一下你在畫的這個物品 是有人幽角的方形 還是是比較願乎形狀的球體 去決定要不要畫出反光的部分 那再來第三個呢 就是如果你畫的圖裡面不只一個光源 那就判斷一下誰是主要的光源 誰是次要的光源 畫好主要光源的光影變化之後 再去加入次要光源的光影變化 那第四個呢就是如果你畫的光源不只一個 然後甚至光源的顏色又不一樣的時候 那就可以多多利用電繪裡面的圖層屬性功能 來加入不同顏色的這個光線 那如果你是用手繪的話呢 可能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就是在一開始畫的時候 就要直接用你的光源的顏色去畫圖 那我也分享一下我自己在畫手繪的時候 可以怎麼樣避免畫出來的畫面 不是我想要的 第一個方式就是先在電繪上面 試一下那個顏色畫出來的效果 就可能用一些圖層屬性去疊加 然後看一下效果怎麼樣 再畫到手繪的紙上 或是呢就拿個速寫本或是隨便的紙 先在上面先試一下你的顏色組合起來的效果 沒問題之後再畫到你要完稿的那張圖上 這樣子就比較不會怕畫錯 然後可以多做一些不同的嘗試 然後去畫出你最喜歡的那個效果 如果想要學習更多畫畫的技巧 可以點進我的YouTube頻道 或是購買我的教學書 或是購買我的線上課程 滿足大家都有一個愉快的畫圖實況 我們下次見拜拜